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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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考察组实地探访之后了解到卢定桥的悬尺令人困惑 一侧桥顿锁在地的下方是结构松散极易破碎的物质 在这上边建造桥梁存在巨大的地质隐患 一旦遭遇山洪或地震 卢定桥很可能在一瞬间轰然倒塌 那为何古代工匠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建造桥梁呢 而这座古老的铁锁桥又是如何历经三百多年风雨侵蚀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大陆和沿岸的地质地形图后 发现在距离卢定桥以南大约15千米的地方 有一个河流平缓之处 两岸的岩石都是稳定性很好的花岗岩 可以说那里就是一个适合建桥的好地方 为何古代工匠没有将这里列为卢定桥建造地呢 当地老乡告诉我们 在这一带有一种奇异的石料叫花苞石 它体圆如球 形似小山 周身被一条条宛如龙巾的白色物质重重包裹 由于表面布满了奇怪的花白纹理 当地人称这种石头为花苞石 在当地世代相传的村规中 有一条就是在花苞石出现的方圆树里之内 不能盖房建村修路搭桥 一旦暴雨来袭将会有巨大危害 这种说法引起了队员的注意 考察组决定寻找所谓的花苞石 探求传言背后的原因 向北行进了两千米后 队员发现了一块巨型原石 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花苞石 就像人的那个金一样 一根根金一样 好像这个捆 打了捆一样 像包起了捆 捆这一样 你看都在外面 就像一根根绳子一样 所以它叫花苞石的 只是从顺口 为信喜欢这么叫这么得来 专家发现 花苞石是一整块天然形成的花钢岩 而表面那些灰白色的金络 其实是另一种坚硬的物质 石鹰 万教授说 岩浆在地下冷却 形成花钢岩的过程中 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 往往会形成许多裂系 如果此时在地下 刚巧遇到融化的石鹰热液 这些物质就会迅速地填充到 花钢岩的裂系中 形成这种形态独特的 岩石包裹体 而这种冲填了石鹰的花钢岩 其硬度和抗风化能力 都会明显高于一般的岩石 仔细观察后 对岩发现 这块花苞石 与其下方的岩体 并非连成一体 这说明 这块巨大的石头 是来自其他地方 那么 这种奇异巨石的周边 为什么会被当地百姓 看作是不能架桥造屋的地方呢 这时专家发现 在花苞石的底部 存在很多圆形的凹槽 专家推测 眼前的巨石 很可能遭受过 大渡河水流的猛烈冲击 这块巨大的花钢岩包裹体 之所以呈现出整体浑原的形态 是经历过成千上万年水流充实的结果 而从它的体积推测 这样的巨青石块 不可能被河流从上游远距离搬运至此 它很可能就来自不远处的山体之上 这肯定在地质时期有一个古的滑坡 那么这个家伙呢 就是随着这个滑坡滑下来 滚下的一个大石头 就在距离花苞石不远的山坡上 考察组果然发现了一个 有碎石形成的滑坡体 专家解释 当地人世代相传 在花苞石周围的地方 不能建村住屋修路搭桥 其实暗藏着古人 对附近地质规律的认识 这一带的大陆和两岸 虽然拥有花钢岩基岩构成的平台 但是由于山体内部本身裂系密布 很容易在暴雨时节 发生岩石崩塌和山体滑坡 所以并不适合作为卢定桥的选址 可是以当时的技术条件 古人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 在地质松散之处铸造桥墩 修建炉定桥的呢 考察组发现 在炉定桥的两侧桥头 各有一座桥亭 亭内横握着两块粗大的条石 在条石的后端 各有一根粗大的铁柱 铁柱头戴铁帽 威武的笼杖中还有铁锁缠绕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就是保佑卢定桥的镇桥之宝 人们还送给它一个响亮的名字 这根铁宝叫将军座 你看它的铁帽铁绳 展现一六七米 它就是卢定桥的顶桥绳 这样的铁柱 居然能够成为卢定桥的镇桥神针 这让队员十分疑惑 经过一番探查 专家利用简单的道具 为我们展示了将军柱 在地层之下的支撑原理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将军庄 这边呢 这个就相当于地龙了 把铁链扶着捞起 所以说 所以说你这样 那边怎么拉 这个粒呢 都是从这儿生下去 就着在这个将军庄 对 将军庄是生下去的 实际上它是承载粒的一个重要支点 所以说 这边是军庄 然后呢 所以说 我需要军庄 那边 就会想判断 我需要军庄 如果喜欢我 就要军庄 那边 我需要军庄 我需要军庄 我们需要军庄 也要军庄 在那个重庄 尸体的不过 我们需要军庄 我需要军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此大规模地使用铸铁造桥 让队员联想到 也许当地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开采方便 于是国人就地取材练铁柱装 修建了这座宏伟的铁锁桥 然而队员查阅资料后发现 卢定一带直到今天 也没有发现过大规模的铁矿资源 在卢定限制中 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内容 三百多年前 清朝官员从数百里外调集铁矿石 人们采用人碑马驼的运输方式 翻越极为艰险的嘉金山 大雪山等高山 将铁矿石运送到卢定桥附近 铁匠们夜以继日打造铁环铁柱 历时一年才完成了铁锁桥 如此大费周章的修建铁桥 让队员感到十分不解 大渡河两岸的峡谷中 拥有极为丰富的林木资源 就当时的建桥水平 和就地取材的便捷性而言 在这里建造一座木桥 是最为便利的做法 那么为什么古人舍弃木桥 而要造铁锁桥呢 专家推测 这很可能与大渡河的水势有关 这两间的群出一个局地 因此这个地方水游是很揣积的 专家说 大渡河的水流量 每秒钟能达到数千立方米 在这样的洪流常年冲刷下 木质结构的桥梁很难长久保存 一旦到了暴雨季节 大渡河洪水滔天 水量将是现在的两至三倍 木桥根本无法抵御那样的冲击 但是铁锁桥却能有效地对抗洪水 人们只需要将桥上的木板收起 这13根铁链 即便是滔天的巨浪也奈何不得 然而在考察过程中 队员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卢定县一带四周青山环绕 遍布坚硬的花岗岩石料 十分适宜建造中国传统的石拱桥 为何古人却放弃了这些 腐蚀结实的优良食材 选择生铁呢 沿着波浪翻涌的大渡河 考察组一路搜寻 终于在卢定桥以南 二十千米的大渡河河道上 发现了一座石头砌成的拱桥 询问当地百姓后 我们得知 这座桥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它桥长约五十米 宽约八米 桥身全部由花岗岩筑成 整座桥看上去宛如长红卧波 不仅坚固而且十分美观 这说明在大渡河上 完全可以用石头搭建起桥梁 那么在康熙年间 工匠们为什么不利用山中的石料 建造石拱桥呢 这个拱桥呢 它是这样拱起的 拱起的呢 我们比如说 对 你就支撑在那 对吧 它就支撑着这两个支点 如果我这儿一走动 你看你那儿就很同理 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它受力就是 这个最大的力量就传播在这两点上 古人修建石拱桥时 两岸一定要有坚硬稳固的基石 花岗岩可以达到 每立方米近三千千克 建造一个长十米宽八米 高十五米的桥墩 重量约为三千六百吨 专家介绍 拱桥的形态决定了两侧桥头的岩石 将承受桥身重量所带来的全部压力 但是卢定桥东侧的桥基 却是松散的砂石堆积层 这样的地层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 因此专家告诉我们 三百多年前 在没有现代建筑工艺的时候 卢定桥附近根本不可能 用石头建成横跨大河的拱桥 所以古人便想到 将铁柱打入基岩中 然后再以铁锁相连 把本应压向地面的压力 巧妙地转化成了深入基岩的拉力 这样就把地基不稳的隐患 消解于无形了 所以说建造铁锁桥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专家却告诉我们 以铁锁建桥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弊端 那就是铁这种物质非常容易氧化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锈 尤其是建在河流之上 常年的水气侵蚀风吹雨淋 一旦生锈 那铁锁的韧性和稳定性 就会大大折扣 如果其中某一环断裂 整个链条就会断做两节 卢定桥的十三根铁链 有多少铁环组成呢 一万多个 那么历经三百余年风雨侵袭的卢定桥 会不会已经秀迹斑斑 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呢 考察组再一次来到卢定桥 对这里的铁锁进行仔细观察 队员惊奇地发现 卢定桥上的每一根铁链 每一个铁环都光滑正亮 毫无秀迹 这样的现象 让队员感到十分好奇 莫非这座桥采用了某种特殊的防氧化工艺 还是这些铸铁本身具有特殊功用 在村中一番探访后 我们了解到 卢定县所在的这个山谷 只要阳光照射便干热异常 百姓家中的镰刀 铁铲 随手放置很少会生锈 而且在这一带 家家户户制作腊肉 并不用火烘烤 而是迎风亮晒 几天之后就能自然风干 老乡告诉我们 在当地每年11月至来年5月 只要将腌好的肉块挂在通风的地方 一周之后就能完全风干 专家介绍 卢定桥附近的河谷 在地理学上被称为干热河谷 这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峡谷类型 一般的河谷由于四周山巒环绕 谷底流水不断 因而峡谷内部常年雾气鸟鸟 湿度很大 然而干热河谷却截然不同 由于日照强烈 风力强劲 在这种峡谷中空气湿度很低 干热河谷大多在热带 亚热带的低纬度地区出现 我国的明江 大渡河 金沙江 鹿江 蓝沧江 等大江大河沿岸 集中分布着许多这样的河谷 恰恰是这种干热的局部小气候 让卢定桥的铁锁 能够历经三百多年的时光 依旧光亮 当地人选择在卢定县修建铁锁桥 反映了古人早在数百年前 就对干热河谷的特殊气候特征 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掌握 专家推测 在卢定桥上 很可能还会发现更多 为适应这种局部小气候 而采用的独特筑桥方式 果然 不多时 队员又发现了一个 不同寻常的现象 古人在销建这个桥梁的时候 并没有把桥面铺满 而是铺得非常稀粗 这种行人在上面寻找的时候 非常危险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专家分析 古代筑桥时 之所以在木板间 留下这样的缝隙 其实也是由于这里属于干热河谷 为了避免大风 对桥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所以不救了这样的木板桥面 如果这个整个桥板 都是很密闭的话 当然我们行人走起来 就很方便 但是这个就防止一个什么东西 一旦这个风一吹过来之后 因为太密闭的话 它借这个木板 就可以把整个桥给它掀翻 考察至此 队员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卢定桥上13根环环相扣 长达百余米的铁锁 到底有多重 如此沉重的铁锁 又是如何架设到对岸的呢 此时向导告诉我们 在卢定县相关单位 存放着当年修筑时 留下的三个铁环 通过它们 考察组可以粗略计算出 每根铁锁的重量 每根铁锁的重量 就算多一点 就是 通过计算我们得知 卢定桥上的每根铁锁 长达百余米 13根铁锁的总重 接近20吨 在不依靠现代启重设备的时代 古人居然能将如此沉重的铁锁 飞驾于激流险滩之上 的确令人惊叹 为了找到答案 考察组在卢定桥边 展开了更细致的调查 这时 队员突然想到 曾经尝试过的 古代过河工具 溜锁 对于当地百姓来说 在没有修建卢定桥之前 溜锁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那么 是否可以利用重力惯性 和滑轮的原理 完成架设铁锁的任务呢 因为这两边 当时都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说先要有一根线锁过去 线锁过去做成一个溜锁式 是吧 那个溜锁呢 这个自己划过去 实际上他们就利用 这种溜锁划的原理 这个把它拉过去 一般情况下 村民常用溜锁来运送货物和马匹 最大载重量 不会超过300千克 而一根铁锁的重量 却接近两吨 如果没有特殊的方法 溜锁根本无法运送如此沉重的物品 经过更仔细的探讨和研究 我们发现了古人所用的特殊方法 原来 古人在卢定桥所在的位置 先建起一条溜锁 然后将铁链放置于一个个巨型竹筐中 工匠们通过搅动滚轮 拉动绳索 将铁链拉到对岸 而由于竹筐的存在 分散了溜锁局部承受的铁链重量 这才使得数吨重的铁链得以顺利过河 为了形象的演示 专家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模型 来展示这一不可思议的巧妙方法 这样面条放在几个篮子里 它就把力分开了 就不是在一个字典上 所以说这个重量 这个就可以承受得了 好 开始 随着工作人员拉动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在地理学专家的考察研究下 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科学价值 因为红军飞夺卢定桥的非凡经历 也让这座文明侠尔的铁锁桥 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下一期的节目里 我们将随着千里大渡河 在横断山脉间一路穿行南下 去往蜀山之王贡嘎山 考察大渡河畔的海螺沟冰川 解开贡嘎山沟谷地带红色石滩的行程之谜 并探寻当地人与自然之间的故事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